運輸基建、驅動發展、鞏固航空、航運的中心、構建智能、高效的運輸 在運輸基建方面,政府以基建先行和創造容量的規劃方針推動相關的工作 以釋放交通完善、新發展區的發展潛力 政府將會興建三條主要幹道和三條策略的鐵路 三條主要幹道是北都公路、沙田妖途和將軍澳油塘隧道 三條策略的鐵路是港深、西部鐵路、中鐵線和將軍澳線的南延線 我們會在今年年底就著這些建議的資訊公眾 在明年第四季整合出香港未來主要的運輸基建的發展藍圖 跨境鐵路方面,特區政府會透過專班繼續推展各項目 其中港深、西部鐵路、洪水橋至前海 首階段的研究預計在今年年內我們完成 並會在明年的第一季展開次階段的研究 包括工程的初步可能性、走線方案、配道的設施、法律和財務的安排這些議題 東沖線沿線、屯門南沿線和北環線第一期古洞站 預計在明年動工 並陸續在2027年至2030年完成 將歸澳南田隧道和跨灣連接路 工程已經踏入到最後的階段 預計在今年12月可以同步開通 即lya福建奏 在美國新京 deste系統法事宣傳